盲盒开出奢侈品是什么体验 这个大集装箱来自纽约一家服装店 因为没人付费就被拿出来当盲盒开 可是打开之后全是一些假人模特 几乎所有买家都丧失了信心 只有女人的直觉最敏锐 透过缝隙能看到里面有一些包裹 既然这个集装箱来自于一家服装店 那里面肯定有一些名牌鞋包 以色列兄弟也看出来了 他们决定要争夺这个集装箱 其他直男们对这个集装箱都不感兴趣 所以竞价不是非常激烈 最后以色列兄弟只花了9500美元 就拿下了这个盲盒 这些假人模特都是垃圾 不值钱 最重要的是这些 包裹里发现了哭泣的女士包 同工艺上判断是正品 这一个包就值700美元 还有价值1500美元的香奶儿女士包 各种女士包足足有50件 经过计算 这个集装箱里的所有东西 加起来总价值4万美元 而两兄弟只花了9500 含泪赚了30500美元 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接下来的集装箱盲盒 又开出了一堆破古董 美国人对这种稍稍有年代感的东西 特别感兴趣 况且明显能看到里面有辆小汽车 一向爱收集古董的老马来了兴趣 直接叫出了27000美元的高价 但打开之后傻眼了 虽然看上去像是古董艺术品 但都是放置的不值钱 老马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几乎都要搬空 才发现价值6000多美元的东西 现在的保救压在那辆车上 如果是一辆能打着火的古董车 那肯定值不少钱 这辆车是非常不错 但为了改成艺术品 已经让人掏空 成了一个空壳子 只能买废铁 所有东西的总价值 只有8050美元 老马损失了18950美元 接下来这个盲盒 又是来自纽约 一般来自纽约的盲盒都很值钱 但一打开发现全是体育用品 看起来没价值 全是一些球 最终也没什么人出价 让以色列兄弟只花了 一万美元就轻松拿下 球类盒运动服 确实值不了多少钱 但越开里面的东西越大 搬到一半的时候 粗略一算已经回本 而重头戏还在后面 投球机这玩意儿 在美国相当受欢迎 好出手还能卖上价格 最终这个看起来 不赚钱的集装箱 帮以色列兄弟 赚到了8000美元 开盲盒就是这样 有赚就有赔 由于大家现在都非常孝心 今天最后一个盲盒 大家也看得非常仔细 这个集装箱属于一家建筑公司 里面看起来 像是一些建筑工具 但又看起来像一个小作坊 能确定的是 如果拍下这个 肯定有很大作用 这就要看谁更有商业眼光 但现在大家都非常谨慎 这个盲盒的价格 叫的也不是很高 最后只花了 两万一千美元 就成功拿下 从买家的眼神可以看出 他们的选择是对的 这个集装箱就是个移动餐厅 是建筑公司 为解决工人吃饭问题 专门建造的 可以放在塔吊上 非常方便 谁接手了这个移动餐厅 就能立刻赚钱 所有设备一应俱全 在美国要盘下这样一家店 得花四万美元 所以这是目前为止 最有价值的一个盲盒 接手就可盈利 当天夜里 移动餐厅就被拉走 我想用不了多久 这个餐厅就可以替他们回本